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全没有一个聚焦 就像他们一样 大家都在讨论事情 不过最后面 他们总会得出一个 大家都同意的结论 然后呢 大家又变成了好朋友 也像他们一样哦 至于这本书呢 带给我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呢 输跟赢呢 其实都在你的想法之间 输的不见得就是输 赢家也不见得就是赢 端看你自己怎么想法 你觉得方式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换个方式想 才是一个最后的赢家哦 这就是我今天要为各位 推荐的 不怕输的才是赢家 我是赢家 请不吝点赢家